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有名 身为宋氏三姐妹的父亲 宋耀儒的知名度非常高 堪称民国的最牛岳父 不过 民国还有一位有名的父亲 同样盛名在外 可惜的是 当时他在前途一片光明的时候选择了以退 要不然也必定成为上将级别的人物 他就是何成 有趣的是 何成西夏也有三女 并且都先后成为了著名的科学家 而他的二女婿知名度更高 在中国几乎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 何成何女儿何成别名何亚农 光绪六年 公元1880年 出生于山西省林石县的一个官宦世家 在当地也算颇有权势 何家仁仕途顺利 在五代人之内 竟然一共出了十五位近视 并且何家许多人还在亲政府中担任要职 因 此也被人们称为科举望族 在重视商贸的山西地界 也算是一大传奇 不过 何成并没有过上顽固子弟的生活 在他三岁那年母亲就去世了 没过几年 父亲也撒手人寰 家族也随之破败 因此何成不得不远投在奉天任职的亲戚 本想考取一身庸名 不料光绪三十一年 公元一九零五年时 科举制度正式废除 何家科举望族的名声 也算到了尽头 零石县两柱镇何家旧区展开全文 不过此时中国已经拨门大开 在遭受西方列强疯狂掠夺的同时 也传入了许多西方的先进思想与观念 何成便在这股新思想的潮流中 毅然决定赴日留学 二十一岁时 何成来到日转陆军军官学校 接受现代化的军事知识与军事训练 随着学习不断深入 何成愈发感受到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 也愈发痛恨封建阶级对人民的残酷统治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 何成很快便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中国 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最初的元老级人物 为中国革命贡献自己的力量 日本陆军事官学校同时 思想激进的他 还同盐西山等人一起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下属的铁血丈夫团 这个秘密组织 全部由中国当时留日的部分军校学生组成 成为中国同盟会的中间力量 深得孙中山的器重 毕业之后 何成身怀报国之志回到中国 担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教官一职 为革命军队培养战斗指挥人才 后来又升任至军资府第二厅 辛亥革命成功后 何成立即投入到收复上海的计划之中 他与陈其美一同组织部队 最终获得成功 保定军官学校由于何成的功绩 他被升为护军都督府参谋长 护军第二实施参谋长 列入高级军官的行列 地位十分显赫 当时 蒋不过是他手下的一任团长 而与他资历相似的阎西山 在日后 也成为国军一级上将 是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级别的将领之一 可以预见 如果何成就此发展下去 其日后的成就绝对不低 至少也是一个上将级别的军官 然而何成在任职期间 有敢于当时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 看到官场的腐朽弥烂 因此 他退出军界选择退隐 前三强 何则会夫妇 晚年旧赵从军队脱离之后 何成的报国救国之路没有因此停止 他重拾晋商本届 大力新办实业 提倡科学与民主 引导民众救亡图存 何成还特别重视对后代的教育 他的三个女儿在科学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何时三姐妹的何怡真 何则会 何则英 都成为了著名的物理学专家 取得了瞩目成就 促进了现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 二女儿何则会的丈夫 是中国著名的两弹元勋前三强 为中国战略和工程的建设 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夫妇二人都是家喻户晓的人物 参考资料 合成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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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